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天啊 這個重磅級的一個訊息 華爾街大空投 Wilson 我的好朋友 他竟然投降認輸了 所以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個今天的內容 我們一定要好好來討論討論 你怎麼可以認輸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然後我們先歡迎我們今天 參與討論的嘉賓 南台科大財經系助理教授 朱月中老師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陳志玲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李永年 大家好 等一下張晴玉電機博士 也會跟我們一起加入討論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Wilson 大家也知道 我跟他最近的關係 其實已經決裂了 因為他一直喊空 股市一直喊漲 我都不知道該不該幫他講話 可是他最近竟然認輸了 我有審我有審 有時候我跟你講 你要堅持下去 你這下一認輸 如果股市跌了 你會被人家笑話 對不對 你都撐到現在了 你為什麼不再撐下去 當然他一直說 這個S&P500 有可能會跌到3900 結果沒想到S&P500 一路漲到4500 我相信他自己也很錯愕 不過他對於明年的看法 他說4200 那意思就是說 雖然現在是4500 還是有可能跌下來 因為他又加了一個不過 我覺得雖然 男人就是嘴硬 就是即便認輸 他還是要講一句 他說他對美國的盈利能力 保持謹慎的態度 不過我要特別講一下 這一波華爾街大空投 也不是只有他認輸 Michael Berry早在3月就投降了 早在3月就投降 但是還有兩位 一個小模的分析師 一個美銀的分析師 我們在節目上都有點名過了 到目前為止的態度 還是很強硬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當然觀察 持續觀察 只是說Wilson為什麼突然 之間有這樣的一個轉變 實際上我覺得跟整體經濟的氛圍 他自己也有提到 企業的盈利能力 各方面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你看這個聯準會傳聲筒 提米羅斯 因為我一直在想這個 到底要怎麼唸比較好 提米羅斯 他說他特別講 因為奇怪了 禮拜四聯準會就要會議了 你又出來開始在那邊蹭聲量 所以我覺得 應該這一次聯準會的會議 即便升息一碼 後面可能都還有一些變數 可能不會像他講的那麼樂觀 升息一碼 後面就不會再升息 因為他這裡特別談到 他說未來貨幣政策存在高度不確定性 我覺得已經在幫誰 幫這個聯準會主席鮑爾在暖身了 在跟大家講說 之後我們在講的內容當中 可能不像大家講的這麼好 就是說一定只會升息一次之後就不升息 為什麼你看 這是Financial Time 他特別講金融時報講 聯準會目前傾向於本週這裡升息一碼之後 抱持著一個開放的態度 為什麼 我覺得跟這個禮拜 即將要公佈的 這個工資增長的速度 這個數據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第一季工資增長速度高達5% 但是第二季可能也有3.5%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通膨這樣的速度 比大家想像來的快 工資還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增長的話 整個消費力會不會重新回來 一旦消費力重新回來之後 通膨又會再度升溫嗎 那如果是這樣 聯準會對於升息 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 好像是很有道理 當然我覺得 Wilson看完這整個推論以後 大概也知道經濟的強勁 那基本上你說真的 股市要真的大跌很難 所以我們最近看到這個 美國全國企業經濟協會 所公佈的一個調查 經濟學家 商業經濟學家表示 未來12個月陷入衰退的機率 50%或是更低 當然你會覺得說50% 不就一半一半嗎 可是他這裡有講到更低 那我們也要請這個志玲 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拜登基礎建設 他在如火如土的要去推展 在這當中是不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讓美國的經濟衰退 低於50% 可是我覺得在觀察當中 我們也不能做一個 大概擴的一個推估 有沒有所謂景氣的金絲雀 對 我今天特別帶來一隻金絲雀 在哪裡 待會兒來跟他說 我以為你今天真的 肩膀跑出一隻金絲雀 對 因為礦坑裡面有這個金絲雀 因為金絲雀體質非常敏感 只要有遇到溫到毒氣 他可能就不再唱歌了 所以當他不再唱歌的時候 礦工就知道有危險 趕快跑 剛剛陳彥哥講到重點 50%的機率很難分析 好像衰退有這個機率 不衰退有這個機率 對 所以到時候怎麼講都可以 對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需要 股市的金絲雀來跟我們做說明 好 那剛剛陳彥哥講到這個大空投 近來已經認輸了 你的好兄弟認輸 摩根史丹利其實也調升了 今年的GDP的預估 來到1.9% 你知道他在幾個月前 才說只會成長0.5% 這個調升幅度很大 幾乎是4倍 從0.5跳到1.9% 非常強 那他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剛剛陳彥哥講的 就是工業部門方面 還有拜登推的基礎建設 我們剛剛在錄影前跟陳彥哥私下聊 因為陳彥哥滿常去美國的 就發現一件事情 美國的基礎建設非常的落後 就是你很難相信這是一個 我們所謂的工業先進國 對 就是跟對岸比較起來的話 好像落後了一些些 科技雖然領先 但是他們的太患太慢 所以拜登也有投入很大的資金 去做基礎建設的部分 其實我們如果了解經濟學也知道 其實除了消費端之外 政府支出也是一個蠻重要的部分 所以摩根斯丹利才會因為這樣 去做一個 把經濟衰退的機率往下調 其實高盛這邊也出來負荷 把這個可能性也從25%下修到20% 華爾街日報最近也都有一些 商界跟學術界來告訴大家 這個衰退機率已經掉到61% 今天最新的也說來到50% 所以這時候讓我們覺得說50%的話 需要一個東西來幫我們做佐證 所以我今天帶來的經濟衰就是開拓重工 對 開拓重工來講的話 因為它的整個營業項目來講 跟整個基礎建設有關係 既然大摩說因為基礎建設 它要調升GDP 那我們來看 需要重機具 對 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那開拓重工它整個的營業列別 分別在建設的部分 所以你看基礎建設一定要看它 因為它是生產這個吊車 怪手還有堆土機 還有一些挖礦的卡車的部分 都是它在做生產的 因為怪手大家應該有印象 就是一個黃色的機器 上面貼一個 小時候我買的模型車 我最喜歡買怪手 對 基本上就是他們家做的 因為它的Mark就是這個黃色 卡特比勒 其實我們一貫都叫卡特比勒 可是實際上 開拓重工 我們華人可能會比較清楚 對 那它的這個營收的佔比大概 從去年統計大概是45.6%左右 那還有一些資源的產業 譬如說我們要建房子 它必須要有些礦物 所以挖礦的部分 採礦的部分 相關的設備也是它生產的 那能源跟運輸的部分 像這些機器 它會必須要有發電機 發動機 包括海軍 軍艦的引擎 也是它做的 連這個也是 對 所以從這裡面 你可以看得清楚 這三個重點加起來 大概是95%的營收 就是跟這些基礎建設有關係 全球經濟景氣回溫的時候 開拓重工這支金氏雀 它會領先市場 因為去年10月 10月的低點在這裡 紅色線是標普500指數 標普500 它還在往下破底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紫色線開拓重工 它已經先突破七四線 算是一種有點底部背離的概念 沒錯 它就是金氏雀在唱歌 告訴我們景氣 可能已經落底要回溫 所以它上去之後 你看到標普500 它是慢慢的上去 然後到現在其實已經 來到4600點 所以你的金氏雀的意思 其實就是我們更直接的 就直接觀察開拓重工 因為它所做的營業項目裡面 大部分都跟基礎建設有關係 沒錯 既然摩根史達利 因為這個因素上調 從這邊跡象來看 確實是這個 確實有這樣的一個跡象 再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行情的部分你看 開拓重工這個是月K線 現在的一個線圖其實在右上角 已經快要領先標普 快創新高了 這個跟行情有什麼關係 因為基礎建設 主要跟鋼鐵這方面是有連動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2021年 更正一下2020年 2020年 11月的這個地方 開拓重工的盤整期 也是在11月的這個位置 突破之後 我們可以把這個時間點 去對照一下台灣的鋼鐵股 所以你現在是說 開拓重工 因為跟金屬建設有關 對 所以如果他也真的動起來 照道理 鋼鐵的需求應該會增溫 是 沒錯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全球性的 好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時間段 把它Copy過來看 沒錯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的鋼鐵的大盤 2020年的11月 剛好就在這個位置 對 所以景氣金屍雀先過高 先過高 當它過高之後 代表這個基礎建設 開始要做 開始動 大量的鋼鐵需求 對 全球就會有這個鋼鐵的需求 所以台灣的鋼鐵 就從11月這個地方 然後一路的飆升 接下來開拓重工 大家要去注意 它是不是突破了7月高點 對 而且台灣的鋼鐵股 到現在還沒有動 可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周邊的鄰居 韓國的普向鋼鐵 好想贏韓國 你看 昨天它大漲了16.5% 對 那這個是偶然嗎 其實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連日本的鋼鐵 昨天日本的這個東京製鐵 昨天一天就大漲了21.4% 所以我們從這個金屍雀開拓重工 它快要過高 而且這些的數據都告訴我們 確實整個基礎建設 如果整個GDP 大家都相對低迷的話 要靠基礎建設的話 那我認為是非常有這個機會的 所以應該是說 威爾森是不是也看到 開拓重工的股價都漲成這樣 金屍雀已經不唱歌都飛走了 他還要堅持什麼 所以我覺得好像 有時候真的錯了就錯了 也不要再太過堅持 好 那因為今天還有一個 這個重磅的消息 就是在談這個台積電 橋道一塊絕板地 重點就是900億 封測COAS的商機 當然我們要請到這個 在我們投資界的這個老先爵 對不對 我們的 先爵就好 不用了 不用了 不好意思 我們的小先爵 小先爵 這個突然之間怎麼好像 大家原本是擔心說 台積電往外走 可是今天這種感覺 好像風向整個一個大轉變 幾塊地 然後我又COAS 但是這個中間背後到底 有什麼樣的一個大轉變 我們這樣子講 其實在之前台積電 它是硬邀到國外去投資 當然 對不對 到美國 日本 德國 那種感覺變國際巨星 對 而且就去巡迴演唱 是不是 我們就擔心以後不回家 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為什麼不可能 其實他為什麼會把COAS 他要在台灣生產 因為他一出廠 這個先進製程的一出廠 就要用到COAS 就要來做先進封裝了 所以你不可能 我再把生產出來晶片 送到美國去封裝 去封裝 然後再送回來台灣 這個也很怪 對不對 很怪 所以這一次其實 其實我們要知道 他這一次其實他不是 因為輝達跟他下單 這個AI的事情 他才要去找這塊地 其實你注意到 他其實在今年的5月 就已經打電話給經濟部長 王美花了 就說我現在真的 5月其實黃仁勳還沒來 對 還沒有來 可是他們已經知道了 已經知道到底 他們會需要什麼東西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開始 打電話給王美花說 我們會需要一塊地 美花姐救一下 拜託一下 然後所以他們就安排 他們就到處找對不對 到處找 就找到苗栗的銅鑼 銅鑼 銅鑼的科學園園區 銅鑼科學園園區為什麼 因為那邊有兩塊地 叫做工12跟工13 工12 13 對 這兩塊地 這兩塊地很好 怎麼好 就是它裡面用水 用電 廢水處理這些的設施 你確認過 你不用重新跑流程 對 你就不用再跑流程了 能夠用 講定就可以直接下去了 因為水跟電 還有廢水處理 這絕對是重中之重 你沒有足夠的水 你沒有足夠的電 甚至廢水處理問題 所以你說這兩塊地 這個部分早就已經確認好了 對 所以它只要租了就可以用了 對 沒有錯 為什麼會早就已經弄好了 因為它本來是利基電的 所以本來這個地準備好 要租給利基電 對 利基電已經就是把它框下來了 就是說以後是我的 框這個字我們不適合用 我們就說 它本來已經想要任這塊地 是不是 對 已經圈下來了 圈圈圈圈圈圈圈 OK 好 然後就想說 好 我們用這塊地 現在因為台積電 它真的很需要 很緊急的用 所以就由經濟部牽線 協調 去跟利基電討論 商量一下 人家比較急 對不對 你現在產能過剩 對不對 你沒有那麼急 然後你可以讓給台積電一下 對不對 黃崇仁很阿沙利 救國救民的事情 對不對 OK 好 就答應了 攻十二給台積電用 台積電它這次要斥支900億 來做先進封裝廠 這個先進封裝廠為什麼會這麼重要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像AI的話 AI它需要這種高功效的晶片 你高功效的晶片 就要用到先進封裝 一定要用到先進封裝 所以現在 現在當時大家可能不知道 AI的這個需求會這麼大 這麼誇張 對 這麼誇張 複合成長率一年50% 我覺得那個學數學 就知道那個複利效果是很驚人的 嚇死人了對不對 如果投資有被動收入有這麼高的話 嚇死人 很快就翻身 對 沒錯 所以他們就趕快就要建這塊地 因為你看他們建這個廠要多久 2026年底才會建廠完成 2027年的第三季 它才會正式開始量產 所以如果正式要量產 4567其實還要4年 還要4年 嚴格講起來 對不對 所以它這個當然是會非常急 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知道就是說 AI對我們台灣的這些產業來講的話 真的是有很大的幫助 對 我們再過來看一下 當然因為這個訊息出來 也讓COAS的相關的概念股 又狂噴出了 對 當然也是延續整個AI的概念 但是有時候我們也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在股市這麼長的經驗 也看了非常多 有時候這種突然之間 這種議題的一個噴出 就像5月他就打電話 他早就在醞釀了 那這個到底 這個噴出我們應該跟嗎 還是說會不會其實 就是急尋軍的最後一棒 其實大家就說 COAS到底是什麼 先進封裝製程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可是其實它是分成兩個部分 分兩部分 對 一個是COAS 一個是WARDS OK 好 所以這不是笑話 這是真的 這真的 OK 它前半段 它有前半段跟後半段 前半段是台積電 它自己在做 因為別人沒有辦法做 所以它自己做 所以現在 今年台積電它的產能 大概是每個月1.2萬片 明年到明年年底 大概可以成長到一個月是2萬片 夠不夠這個輝達的需求 AI的需求 應該是夠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預計輝達今年需求 大概是5到6萬片 它一年可以生產12萬片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夠的 是 這些伺服器也是一樣 伺服器出貨 大概是今年17.3萬 明年24.5萬 所以它都足夠應付的 簡單講就是它這邊 一片可以大概供應3.5台 這個伺服器左右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麼另外揮達 它會讓聯電在明年擴大 這個叫做大系中介層的產能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在裡面的一點點的一個 比較就是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重要的一個東西 對 所以這個對於跟聯電的關係 並不是這麼重要 台積電主要是在前段封裝 日月光負責後段封裝 然後掛了紅塑 星雲 星雲今天已經漲停了 這兩家他們是做 晶圓清洗設備的 就是你要封裝前要先 施智智 大概差不多1萬片的話 大概需要10台到11台的 施智智的機器 機台 OK 然後日月光它做封裝 萬潤它點焦機的 萬潤其實在這一次 還沒有派上用場 還沒有派上用場 軍華也是一樣點焦機 好 我們講日月光在這個裡面 辦什麼角色 因為我剛剛講了 前段的封裝 是要由台積電自己做 後段的封裝 為什麼要交給日月光 因為他後段封裝的毛利率 大概是兩成多 兩成多 你要看台積電 它的平均的毛利率是多少 五成多 百分之54左右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去做 滑不來 可是日月光今年第一季 它的毛利率是多少 百分之14點多 不到百分之15 20對它來講是高的 對 很補 反而是補的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一食兩鳥 一舉兩得的事情 所以他給日月光去做 所以你看日月光 它今年它的股價走勢 其實印象很溫吞 今天它站上了所有的 短期的移動均線 我們可以注意看一下 以後它是不是能夠 價漲量增 來做一個填習的走勢 好 沒問題 謝謝永年哥 他這個精辟的一個分享 所以應該還是可以 持續的來的觀察 當然現在AI的一個浪潮 我們剛才講到 現在這個三星 就是台積電的死對頭也不對 它其實從來沒有把它當作對手 這個要來請教一下朱老師 三星電子找了這個晶片大神來 所以它這麼大動作 是不是它後面有什麼規劃 有沒有可能在AI晶片這一塊 它急起直追 然後甚至來一個大扭轉 有沒有可能 好 我們看到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你喊得出名號的公司 是不是大家都在做AI晶片了 對啊 那可是三星 你想三星綜合大公司 它怎麼可能沒有做 對 不可能 不可能 可是好像真的沒聽到 太多相關的消息 幾乎沒有聽到跟三星有關 是AI的議題 對 當然三星 其實人家壓制滑水 人家當然有做 AI 而且它很早就開始做了 很早 我們就先從現在最新的消息 來 剛剛提到這個晶片大神號 Gincare這個人 可能台灣的觀眾不是那麼熟悉 可是你看到他待過這麼多大公司 蘋果 特斯拉 英特爾 超偉 待過不重要 他幫這些公司做的時候什麼東西 來 他在蘋果的時候 幫蘋果開發A4 A5晶片 也就是蘋果的A系列 就是從他開始 特斯拉最厲害是什麼 自駕晶片嘛 對 也是他 對 好 在英特爾因為時間不長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貢獻 可是超微AMD大家都很熟悉 他們能夠翻身就是靠RAM系列 所以當時超車英特爾真的是 基本上你看到這些大公司 都是因為在他任內幫他們開發了 有這種所謂的超越原本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商品 所以他成為晶片大神 才叫大神 對 才叫做大神 如果說只是去開發不稀奇 可是我們像剛剛講超微好了 大家也知道超微是蘇智峰帶領之下 開始大翻身 可是很關鍵的是商品 因為蘇智峰他自己也說 以前超微的商品都沒有競爭力 所以他們要做一個有競爭力的商品 就是他 任系列 而且他兩進兩出超微 好 這又說壞了 他其實還有一個名稱叫做晶片游俠 不是那個皮靈游俠 為什麼 你看到你很厲害的人 那你怎麼待過這麼多公司 游俠 好像你是不是都待不住 不是 他這個人真的就是很帥 我幫你這家公司 達到階段性任務了 我就走了 對 所以三星其實一直在用 一直在這方面很用力 可是你以為他是現在才在做嗎 沒有 你想要看到 2018年他就同時在三個國家 甚至連俄羅斯都設了什麼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是什麼意思 我到這個地方 用這個地方的人才幫我做研究 所以你看到 英國 加拿大 乃至於俄羅斯 2018年 可是不盡力想到 你這麼早就搞這個東西 那你到底你的產品有什麼東西 來 三星手機有一個很大 強大的功能叫做拍月亮 拍月亮 每次每隔一段時間 就有一些天文奇景 你想要月亮來 我拍給你 對 不要 這不是看一下的 蘋果手機沒有辦法拍月亮 誰沒事拍月亮 那麼遠 拍得清楚 又不是天然望遠鏡 沒有錯 iPhone使用者都說 我沒事拍月亮幹什麼 可是每當有天文奇景 大家都在拍 就我會拿來拍 還是會一時一時拍一下 那三星手機 每次拍的都特別漂亮 真的 其實我自己有三星手機 我也曾經拍星星給我太太 所以他其實為什麼他拍那麼漂亮 不是他真的手機很厲害 而是他早就內建了幾十萬個月亮的照片 他知道你在拍月亮 這偷吃部 你說人家偷吃部 可是這就是AI 也對 人家就已經用在他的產品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幫你算出來 這個長得很像我數據庫裡面的這一張 我就用這一張給你看 幫你構圖 幫你構圖 對不對 所以你要畫一個什麼情境的圖 他是把很多圖幫你湊出來 他就是這種功能 所以不要小看他 好 所以現在三星在做些什麼事情 當然蘇台積電很無尊 大家都覺得你幾年之內 你不可能追得上 不可能 當然三星自己不會這麼想 所以三星現在累好狠話了 告訴你 我未來三到四年 我要 不只要追過台積電 我連輝達都要追過 口氣這麼大 追過台積電 大家已經覺得不可能了 現在講到AI全世界 是不是就為輝達獨尊 那他就幾乎在半導體界就完勝了 對啊 如果你真的你能夠超越台積電 還能夠超越輝達 都給你餘就好 打都不算 當然不可能的事情 不能說不可能 有多大的機會 我們就等著瞧 你也不要小看他 因為我們發展 AI裡面有一個很大關鍵 正是三星的強項 記憶體 因為他要大量的運算 三星這方面真的沒話說 所以你不要以為他真的沒機會 現在真的落後 可是未來找了大神之後 有沒有機會真的追上了 我們當然是不希望 但是人家真的有在動作 好 講到AI 你也不要以為就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就是說 你剛才要講的就是說 輝達的部分 我剛才講到輝達的部分 因為他佔了八成在AI晶片 那我現在在想是說 除了三星以外 未來有沒有可能幾起十歲 變成群雄歌劇 當然你看到現在大家都在做 輝達在做 AMD在做 Google也在做 微軟也在做 Intel也在做 高通也在做 中國的大廠當然也都要更新 對啊 所以我們剛剛回到一個問題 在做的人很多 可是這個所謂的在做叫做設計 設計 那生產呢 有做在那 但是能不能做得出來 能不能做得出來就是台積電 目前就是台積電 所以我們剛剛說三星也想要做 可是你目前你的實力顯然是不夠的 好 我們再看到中國 好 目前也是有很多分析師說 這個AI可能就是泡沫而已 泡沫 好 當然有一派人是這麼說的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來 我們看到華為 華為的執行統治 印衛銘在之前上海剛召開的 世界半導體大會裡面 他其實就講 未來光一個中國 半年 注意 半年要成長十倍 中國成長十倍 其他國家會不會 也是 而且你看到基本上 這越來越應用越來越多 告訴你現在只是剛開始而已 一個入口 對 所以告訴你 你看到整個現在告訴你 輝達很厲害沒有錯 可是Intel說我一定會跟上的 而且你看到我們剛剛說的 亞馬遜也好 Google也好 大家都在做 而且輝達沒有說你現在很厲害 可是我們未來跟你走不一樣的路 就是因為輝達他自己的軟體 是他自己做的 可是其他公司 我比不上你 我做開放式 就像安卓式就是開放式 沒錯 iOS就是封閉式 所以他們採用開放式 未來有沒有集合重能的力量 打敗你輝達的可能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所以等於是從 輝達佔據80% Intel 亞馬遜 虎視丹丹 未來整個生態 會不會產生一個大改變 謝謝朱老師的一個分享 好 張博士我最近聽到特斯拉 他說他要開放所有的車主 去他的充電站充電 那這意思是說 我不是特斯拉的車我也可以充電 那代表說他要在充電 規格這方面一統天下 那這樣不得了 對特斯拉不是大力多嗎 是 特斯拉他其實一直在強調 就是整個電力的 整個的系統的供應鏈 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他其實 因為他是最早電動車的一個 算是領頭羊 所以我個程度上來講 當然大家的規格慢慢 應該都會模仿他 對 有點仿 然後當然也有一開始有些車廠 或者是有些不同的規格 但是目前現在看起來 這個趨勢有越來越接近 因為其實包括說很多的車廠 有些新創的車廠 甚至包括像福特跟通用 甚至FORFOR跟賓士 這些大的公司 就是用他的規格 對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我乾脆直接用你的比較快 用他的規格 我就一定可以用他的充電站嗎 是 就是你就可以使用 他的超級快充這樣子 就是我開賓士 我也可以停特斯拉前面 我就插上去就充電 對 你就可以用他的 這個快充的這個部分 OK 其實特斯拉 他其實在充電這個部分來講 不是只有所謂這個 超級快充而已 他其實他也一直在尋求 多元的一個充電的一個方式 包括說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 特斯拉其實就有展示了一個 所謂他認為他的車子 是自動駕駛 自動車 他也希望充電可以自動充電 就車子停好 我人不用下去 然後那個充電 自己找到動 就像圖片這樣子來講 他有點像蛇型的樣子 然後他真的找到這個充電孔 然後到最後自己接上去 他就自己科技電影 然後真的是有 但是他DEMO出這個原型機之後 其實後面後續 還沒有聽到 你這樣一講我就 整個又失落了 結果是DEMO 我還想說這樣子 買一台特斯拉很酷 是 但是其實特斯拉來講 其實在最新的 他也有說他開放太陽能 這個部分的電動車充電 但是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 他的這個太陽能的意思是 如果你的家裡面 你在家裡面是有太陽能板的 太陽能板 那你有 同時又有他的所謂 Powerwall這個 這樣一個儲電系統 你就可以利用 他所這個太陽能所產生的電 來做為你的特斯拉充電 因為其實在很多北美 尤其像這些國家的這些車主 他們有裝太陽能 他也希望我充進來的電 是更環保 更再生能源的這樣的一個電 所以他現在就開放 這樣的一個系統 但是當然是比較新款的車種 還可以做這樣的一個轉換 他直接可以在他的這個系統上來講 做這樣的一個轉換 除了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這個以外 有更厲害的idea嗎 是 大家都想到 手機我們以前都是有線的充電 現在手機就直接放在板子上 都不用線 就直接無線充電了 難道車子可不可以這麼做 那那板子要多大 怎麼做到 這個板子 其實這是我們車子的前面的 這個保險桿 這裡有個無線充電盤 他的車這個大小 大部分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 所以他靠近這個無線充電盤 就可以充電了 是 其實這個是特斯拉 在三月份的時候 他的投資者日的時候 他其實有不小心 不小心是真的不小心 還是假的不小心 就秀出一個照片 就是他的這個Model S這個車 沒有直接沒有充電槍 沒有充電槍沒有加上去 剛才那個蛇型的那個也不見了 下面那個什麼東西 黑黑的 大家那時候就要猜測說 是不是這個無線的充電板 我覺得可能性很高 應該真的是 應該就是了 再加上他最近 前一陣子又有這個新聞出來 他又要收購這一家 這個德國的新創公司 就是做無線充電的 這一家它其實不是 For車子的無線充電 它其實是For 所謂工業用的機器人 我們很多這個無人的機器人 在工廠裡面很多無人機器人 他的這個無線充電的 這個系統來講 是專門這家公司 主力在開發的 同時這家公司 他也跟美國的We Twisted有合作 先前有做出一部demo的 For Tesla Model 3的 這樣的一個無線充電的 一個原型車出來 這個就是事實上來講 這是實際上車子拍出來的 實際使車拍的 這個車子 如果你今天 下面有一個無線充電板 你車子當然有對應的 這樣的一個無線感應的 這個電極線圈 你的位置要剛好對到剛剛好 怎麼樣對到剛剛好 其實它車子裡面的方向盤 前面這邊有個小螢幕 就幫你看你有沒有對到那個位置 對 其實從這邊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是它前面的這個 前面還是有一個 像是充電的儀錶板 你當然可以直接從這裡看 但是更簡單 是你直接方向盤上面這個螢幕 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現在的這個充電板 這個位置 有沒有剛好在正確的 這樣的一個位置 這個無線充電 在目前現在來看 我們大概稍微從規格上來理解一下 它沒有辦法跟所謂的超級快充 這麼快的速度 目前來講還沒有辦法 但是它的這個功率 大概差不多每小時 大概差不多10K瓦 如果我們這個位置 有對到剛剛好 換算成這個里程數 一小時大概可以補充77公里 跟現在的充電的 一般正常充電的 其實還是有落差 是 跟快充有落差 因為快充來講 但是跟一般慢充其實差不多 對 跟慢充來講就差不多了 就是接近到我們一般家裡面 我可能晚上車子停在我的車庫 或是社區的停車位上面 來進行慢充 隔天早上起來 車子就可以充飽電 這個部分來講 這個無線充電 目前現在差不多可以達到 這樣子的一個充電的效率 但是它其實還是 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是一個趨勢 就像我們所有使用的 這個電器的概念 我們都希望我可以從 有線到無線 這是很方便 我不用說下車 還要再去做這些動作 我覺得下車直接就可以走人 但是這是一個趨勢 但是它的挑戰 就是我們剛剛講 第一個問題 我的位置有沒有對到剛剛看 這個效率 它其實如果你有一點點的偏差 這個充電效率就會差非常的多 這第一個問題 再來第二個問題就是 充電這個無線充電 我們剛剛講 我地下一定要有個充電板 這個是另外需要 鑲嵌在地板上 或者是另外設置 車子本身的 無線對應的線圈模組 整個一定也是需要來做設計 所以成本就整個相對拉大 相對的成本一定是比目前 現在的充電裝成本還要高一些 趨勢上來講 大家都會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功率 它的充電功率可以越來越高 其實接下來這個大家 可以去注意這個部分 好 當然還是很期待 能夠往這個無線這個邁進 當然講到電動車 我們也談到了印度 在電動車領域的發展 他既然拒絕了BRD 大國強國的態度 你看就是不一樣 Say No就是No 可是後面到底有什麼盤算 我們等一下廣告後再來討論 來問一下朱老師 這個印度到底在打什麼算盤 BRD 數一數二的車廠 要去投資可以帶來多少的錢 他既然Say No 我在想我自己的想法 第一個不要抵中國來的 這是不是國安問題 還是說他自己有一個野心 想要Made in 以前MIC Made in China Made in印度 其實都有可能 來 我們現在看這個新聞 大家都知道 穆迪這幾年很用力的招商 除了在資訊科技產品之外 另外就是電動車 尤其大家都知道 穆迪是不是到了美國去 還沒有見拜登之前 先見馬斯克 因為原本馬斯克 他只想進口電動車到印度 對 目的說不通 直接來設施 對 所以 總理都到我家來看我了 我能不去嗎 不能不去 所以你看 所以特斯拉 勉為其難要去了 可是回過頭來 你看BRD 我自己送商門 我拜託你 我要去 而且10億美金 而且我也會找當地廠商合作 不像特斯拉去我獨資 我會找你當地廠商合作 你為什麼到底居然用 送錢 而且臉直接貼上去 居然 而且剛 陳妍也講到了 他現在是市場龍頭 你不要以為特斯拉是龍頭 你去年總產量來說 BRD已經超過了 車速比他更多 不管是銷售量 或者甚至他的產品品質 特斯拉現在也開始採用 BRD的刀片電池 所以你論質論量 他都有 對啊 你到底基於什麼道理 好 當然一定要有拒絕理由 他就跟你說 對國安會產生影響 誰叫我們在 你在邊境要丟我石頭 對 甚至最近印度 都拍了一部電影 是抗中神劇 六個印度人 可以把中國的幾百個人的軍隊 打得迷迷迷迷 好 那當然那是電影 看那就算了 可是你想 你說有國安問題 那請問手機 有沒有國安問題 肯定有 一堆中國廠商都在印度有射手機場 對 小米啊 對 為什麼你不去進 那你要進我的電動車 說國安問題我個人覺得是 講不過去嘛 也許有 那樣一點點成分 對 電動車有國安問題 手機難道就沒有國安問題 你為什麼中國那些大廠牌 基本上都去離不近 好 所以很關鍵的 有一家公司 叫做塔塔 講到印度的汽車 你第一個一定想到塔塔 塔塔汽車 這家公司真的很厲害 以前那些車子就不說 就講電動車就好 所以他也有電動車 對 講到電動車到時候 在印度你要賣東西 一定要修個動畫 對 所以你看到 特斯拉為了印度 我要生成一台 兩萬四千美金的電動車 這便宜耶 在美國至少要四萬起跳 對啊 我在印度兩萬四 所以說 這樣我是不是可以打進印度市場了 對 你想太多了 人家一萬美金而已 一萬美金 算是還有更便宜的 那車真的是電動車可以跑嗎 當然 他還跟你說進到水裡面 我照樣跑 真的還假的 網路上都有新聞自己去收 還可以當潛水頂開 所以基本上 這個是不同市場 可是你回過來比亞迪 不一樣 比亞迪的價格是不是 顯然就低很多 他相對有評價的車 所以塔塔會不會 我寫 我覺得不如這種可能 因為這個是不同的層次 對 我讓你來 無所謂 反正你打不一樣 你價格上 你跟我沒有競爭 塔塔本來就不是同一個 對 同一掛的 沒有競爭性 可是比亞迪 你來 可能把塔塔給打掛 好 那你也不要以為 塔塔只會做連駕車 有兩家公司 Jaga跟Rain Rover 你不要以為跟他沒關係 都是塔塔 對 你說那我可憐 這不是英國廠牌嗎 不好意思 最早他其實已經被福特買下來了 可是進到海校福特差點破產 所以福特把這兩家公司 又賣給塔塔 所以塔塔現在進軍英國 不要搞錯 英國多少超跑的故鄉 結果人家去英國生產電池 你想說夠可憐 當然為了這兩家公司 我在當地市場 他本來在當地就有市場 更不要說他還有可能會前進歐洲 英國版就是一個跳板 所以你看 回過頭來你看到印度 為什麼要去季節比亞迪 你還會以為真的是國安問題嗎 有可能是不是為了塔塔 扶持自身的電動車產業 對 尤其塔塔現在在印度的電動車 他本來就是市場的領先者 市戰率高達85% 對 那你說你比亞迪來會不會打到我 會嘛 那這個會不會打到 相對不同市場 所以你就知道 印度市場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學問在裡面 可是也很奇怪 你看比亞迪想去 印度是聚他一門外 也很多的外資想去 可是說實在的 很多的傳言也可能是事實 印度其實不只打壓中氣 打壓外資 甚至坑殺外資 我說傳言 那到底是不是有這麼一回事 確實有這樣子的傳言 我們就不要說傳言 我們就給印度官方給的數字 來 直接看到 2014到2021 這個8年的時間 全印度原本有2700多家的外商公司 因此退出印度市場 佔全部外商的五分之一 這很多 不是個位數 五分之一 對 你講這是多可怕的數字 而且我們就講汽車業就好了 對 福特汽車 2021年退出了 通用也在更早之前 這都最近的事情 對 都是這兩三年的事情 所以回過頭你去看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相當程度 印度在打壓特地人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再看到 中國當然跟印度這幾年的關係 真的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我們剛剛是不是提到了 你既然用國安問題 不讓比亞迪來 手機的部分 以前其實是OK的 可是這幾年開始看到 我也開始找你麻煩了 譬如說小米 這一波也被修理得很慘 被訂得很慘 對啊 說你非法轉移資金 講難聽點就叫洗錢 有沒有我們不知道 對 至少他 事實是什麼不知道 但是真的很嚴重 這個帽子扣得很大 對 不只是這樣子 一堆公司 那請問 以前這些公司 在那邊都多久了 都沒事為什麼現在有 對 再來還有 那福特為什麼要退出 通用為什麼要退出 甚至我們說我們台灣的偽創 他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明說 他為什麼退出 甚至你看到 這個鴻海底下的富士康 是我本來要投資 結果又被喊咖了 雖然他還想再回去 可是都還是未知數 那到底背後有些什麼問題 很有可能真的是 印度的保護主義 好 相當程度 我就是要預運環拒 對我有利的我讓你進來 當我自己的本土產業成熟了 我可能就要趕你走了 好 謝謝朱老師 剛才朱老師也有講到鴻海 那最近鴻海在電動車的動作很大 是不是後面又有什麼 他要發展的一個計畫 甚至有人說鴻海 才是真正的AI概念股 真的是這樣嗎 等一下我們廣告之後來討論 說到鴻海應該是很多人心中的 不知道要用什麼回憶來形容 但是說不出的苦 這個苦我們看到 可是他最近在電動車上面 又開始動起來 對 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 會不會又給投資人 帶來一個新的希望 其實應該這樣子講 其實鴻海 他在電動車這一塊 一直在努力的耕耘 很努力 只是我們都沒有看到什麼結果 沒有看到結果 這不是好的 對 因為看到結果 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什麼 因為最近風頭全部都被AI搶走 伺服器 誰關你電動車 對 所以電動車 就沒什麼人去理他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鴻海 他現在有新聞出來 就說他收購ZF集團旗下的 製造與組裝乘用車輛的 車軸系統 這個子公司 他這個ZF是什麼 是一家德國的公司 還滿有名的一家公司 他收購50%的股份 那麼簡單的講就是說 他們這個底盤的系統 這個已經有了 然後美國地方電視台也報導說 鴻海在俄亥爾州的 這個電動車的工廠 已經開 產能已經建置了 預計年產能可以達到35萬輛 好像都有進展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 鴻海他電動車概念股有哪些 包括像鴻准 以勝 廣宇 政達 GIS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那麼其實你可以看 他們到目前為止 其實他們的這些營收什麼 好像還沒有 還有股價 好像還沒有真正的反映出來 他們的未來的成果 可是我覺得 大家可能到現在都還在注意 大家關注鴻海 他這個電動車的這一塊 其實真正的 我要跟大家講 真正的AI概念股是誰 誰 鴻海 對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鴻海 對 當然是鴻海 為什麼我說他才是真正的 大家看一下 去年鴻海的 大家都想說鴻海是做iPhone的 對不對 可是你要看 去年伺服器的營收 他達到1.1兆元 是全球的四成 對 他生產的伺服器 市佔率40% 伺服器的營收 佔他自己本身的營收比 24% 因為很多可能所謂的AI概念股 可能才5% 10% 對 沒有錯 而且他其中兩層是AI伺服器 所以我是想說 他才是真正的AI概念股 你相信了對不對 對 沒錯 而且重點在哪裡 我們現在看到這些AI概念股 就是做伺服器的 他們都要發包出去 發包 對不對 什麼零組件什麼都要發出去 然後他自己把它組裝起來 可是全台灣唯一 真正能夠一條龍生產的 是誰 就是鴻海 都不用出門 他除了 在自己家裡全部玩 對 除了晶片 他沒有辦法之外 對不對 其他的晶片以下 他通通都可以 所以他的利潤 應該是最多的 因為他通吃了 他最大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鴻海到目前為止 他的股價都還沒有反映出來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 他是不是有機會做反映 或許鴻海會不會是這一波 後面值得追蹤的這個AI概念股 當然接下來 生技展要登場了 那這個生技股會不會接棒演出 我們等一下來討論 接下來就要亞洲生技大展 大家應該也有注意到 最近生技股表現還不錯 是 智琳 這一次的生技展 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我們可以來好好的看一看 好 那這次生技展是亞洲最大的一次展覽 而且大咖都有來 這個臨床研究的CRO 萊伯科 今年是第一次來台灣參展 而且生物研究產業的執行長 也有來台灣 而且表示我們台灣 亞洲的生技的發展很驚人 這也是政府重點福祉的產業之一 那CDMO是今年最大的展區 而且這次的一個展覽有三大重點 除了CDMO之外 精準醫療的ADC 就是抗體藥物 它可以精準的殺死癌症 它有號稱魔法子彈 魔法子彈 然後再生醫療也是這一次的一個重點 那我們來跟大家談一下 跟ADC 因為這是一個新的技術 它可以精準殺死癌症 那這裡面當然第一檔股票 跟ADC有關係的是這個4123的成德 它是我們台灣所謂的生技銀行 那它為什麼會跟ADC有關係 而且它也是打國際盃 它的子公司 香港的東藥這家公司 它是從事ADC抗體藥物 開發已經有十年的時間 然後在今年7月初 宣布跟對岸的中國唐靈 簽署了合作協議 那這個ADC的產值規模 有高達百億美元的商機 而且看它股價的部分 也是最近才剛創新高 量縮整理 生技股應該有機會做發動 子公司的永昔 它是成德的子公司 目前已經有接貨1億元的 ADC的藥物的開發 股價在現在也是剛剛創新高 當然就必須要看保瑞 就是股王了 當一個產業裡面 有1000元的股票的時候 通常代表這個生技的股票 很有機會 會有一個很明顯性的發動 今年法輪預估大概賺三個股本 它有發行可轉載 定價800多塊錢 有發可轉載的股票 其實後面通常都會有一波 非常不錯的一個行情 對而且保瑞也確實帶了 這一波生技股一路